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威廉号科普小天地 这是一个您我都需要科普新认知的频道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令人愤怒和不满的事情 而这些情绪也许会让我们失去理智,做出后悔的决定 然而,真正成熟的人懂得一个重要的道理 先学会不生气,再学会气死人 他们懂得理性驾驭情感的重要性 并学会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和淡定 在这同时,若您喜欢这类的主题影片 请各位看先按喜欢 喜欢就帮我按到的999个喜欢 让我知道您的支持,并且开启小铃铛及分享 为什么成熟的人会选择先学会不生气 因为他们知道,生气只会让情况更加糟糕 当我们陷入愤怒和不满的情绪中 我们往往会做出冲动和冲动的行为 后果可能是无法挽回的 成熟的人懂得,生气只会让我们失去理智 让我们无法冷静地思考和应对问题 因此,他们选择学会不生气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稳定 然而,成熟的人并不是不在意别人的行为和言论 他们也会感受到愤怒和不满 但他们懂得控制这些情绪 不让他们左右自己的行为 他们会学会冷静地分析情况 找出问题的根源 并采取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 他们明白,愤怒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和消极的状态 而理性的应对才能解决问题 为自己和他人创造更好的结果 不仅如此 成熟的人也懂得选择忍让和宽容 他们知道,世界上不是每件事都值得发怒 也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和他们计较 他们懂得适时地放下一些小事 不让小事扰乱了自己的心情 他们明白,人生短暂 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与每个人争吵和争辩 因此,他们选择学会气死人 而不是让自己陷入无畏的争吵和纠纷之中 最重要的是 成熟的人懂得保持内心的平和和善良 他们不会被愤怒和怨恨所作用 而是选择怀着一颗善良和宽容的心对待他人 他们懂得 愤怒和仇恨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苦涩和痛苦 而善良和宽容才能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快乐 总之,先学会不生气 再学会气死人 成熟的人懂得理性驾驭情感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善良 他们选择不让愤怒和不满左右自己的行为 而是选择用理性和宽容来应对逆境和困难 让我们都学会像成熟的人一样 保持内心的平和和善良 活出真正的智慧和成熟 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 别忘了按下订阅和喜欢的按钮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 也请您在下方留下您的评论和想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